陆路上传愉快的旅行照片 没想到遭到网友的围剿 有几名游客呢到南投热园 参观日本知名卡通航海王的主题展 主办单位呢在旁边贴出来标语说 不可以攀爬的 没想到呢这几名的游客 竟然就攀爬了其中的公仔鲁夫 而且还拍下了照片贴在部落格上炫耀 结果遭到网友痛骂 真的是国耻 一身轻便装扮 男性游客一把直接爬上了卡通公仔肩膀上 以骑马打仗之姿 高举双手笑的开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几名男性游客唱由南投乐园 恰巧乐园在暑假为日本知名卡通航海王开展 过程中和公仔模具拍下了开心的照片 却在工作人员不注意的时候 有人脚踩道具更有男性游客做出了攀爬公仔的举动 让工作人员真的很伤脑筋 男性游客自认幽默的照片 全部上传部落格还大肆炫耀 甚至说应该没人这样做吧 反遭网友围剿 痛骂游客行为很幼稚 丢进台湾人的脸 游乐园开展才短短一个多月 日前才传出了卡通主角乔巴的头被弄断了 一度让卡通粉丝上网开骂 不是说好了看看就好 别动手吗 现在再看一次 游客自以为好玩 骑上了公仔还比出了胜利手势 真的很没有功德心 综合报道